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指出100多辆的超跑 展现金融港都城市的开放与创新活力 这是超跑直线加速秀 0到200公尺的加速魅力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真的大家都蛮开心的 希望政府可以多实施 过去都是在南部 中南部跟东部 都在东部 吉隆2023秋跑江天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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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透过赛车的这个活动 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 也能够带动地方商圈的繁荣 我们非常感谢 基隆市政府以及相关的各个局处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大家全力的来支持 共襄盛举 这次基隆超跑江年华 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 与中正路南向车道举行 现场有赛车女郎 挥舞着旗帜 为活动增加青春与动感 现场有精彩的超跑直线加速秀 超跑静态展 以及在地的文创产业市集 希望用活动来提升国际港都 基隆的知名度 这个活动也吸引许多民众 来现场体验 开心的跟超跑拍照打卡 开幕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许多市议员 市政府与港务公司等主管 都到场参加 感受基隆不一样的开放与活力 超跑加年华 就是加年华 在过去疫情的当中 他全力在台湾全国各地 推动的非常成功的活动 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一句话 有钱不可以任性 随便去买车 买超跑 买兰保金尼 买什么最好的车 也能拿到 那种 要不然你要知道 开什么车 要有什么技术 其实我一直在呼吁 强调要告诉你们 要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很希望 年轻人能够来参与 这个活动 让你们有正确的观念 大家以后开了好车 才有非常好的检讀 你说对不对 好不好 好 我们运用刚完成的这一栋 东岸旅运中心 在室内我们可以做静态的一个超跑展演 那刚好在旁边就有基丁中正路 可以做超跑的一个动态 我想说我们总会真的非常有眼光 飘到这个地方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特别介绍 我们跟委托行结合在三楼 会做一个市集 那在三楼可以整个看我们基隆港 非常的漂亮 我们基隆港在我们这几年 我们行政院跟我们基隆市的推动之下 我们硬体建设都已经陆续完工 那最后我还是要代表市府 谢谢包括我们总会 包括我们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我们全体的一个市府同仁 让我们这一次活动 能顺利来推动 要做第一个是螃蟹的人 总是特别危险 而在基隆 从来没有一个海港城市 砍在海边的主要道路上面 办超跑活动 所以我们基隆算是 与其说是海港城市 倒不如说我们很敢尝试 我们是第一个赤螃蟹的城市 那其实某个程度上也符合了未来 有关观光上面的一些元素 我们都知道好莱坞 现在不管是完命关头 已经做到第十集了 从一般的改车 变成现在发到太空上面去 所以这证明说 超跑文化慢慢的 已经不是只有说有钱人的文化 而是一般人也可以接受 而把超跑文化的元素 放进我们城市的观光里面 我认为在未来 不是只有在台湾 不是只有在亚洲 而在全世界 会变成一个新的亮点 超跑嘉年华的现场 吸引许多民众 全家出动来体验 北台湾少见的超跑嘉年华 让基隆这个国际港都 增添许多开放潮流的海港魅力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这一场超跑 江年华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民众 和亲子家庭 一起来看超跑 饭店也跟着社会 住房率大幅提升 一台又一台酷炫的超跑 在长文桂冠酒店前方的 中正路起跑点 一路往前奔驰 进行0到200公尺的 直线加速动态秀 这场首度在北台湾 登场的基隆超跑嘉年华 共有超过百辆超跑来到现场 吸引许多超跑迷近距离观赏 东岸旅运中心楼上 更是挤满了民众 还有许多自媒体 也来拍摄宣传这个活动 观光饭店也跟着社会 住房率大幅提升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喜欢车子的观众 越来越多 那比如说年轻的族群 喜欢车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呢 只要可以带动就是年轻人 对于这个区块的这个重视 我相信呢 基隆市的观光一定会越来越 就是繁华 所以我也希望呢 就是可以借由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帮忙我们基隆 去推广类似这样子的运动 非常非常的棒 难得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超跑啊 诶 住淡水 住台北 诶 那觉得说在基隆 可以看到超跑活动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对啊对啊 这还不错的活动啊 就走走看看得不错啊 天气也满适合的 就很兴奋啊 觉得小朋友很喜欢 很开心 從哪裡来的 基隆 谢谢 02加速赛啊 对啊 就想看看各大跑车 就是奔驰的状况 因为今年 呃 大部分的客人 都选择出国 在暑假这段时间 虽然是忘记 但是 订房时间都是安排在三日前才订房 那这个活动 因为相关的工作人员 以及旅游的来客 都会在半年前 都已经知道这个活动要在基隆进行 所以都提前订房 那提前订房的速度大概是 从两周到半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那饭店的相关自助餐的 还有桌菜的来客树 也都提前订餐到客满的一个状态 饭店业者说 感谢这次超跑活动带来的效益 也期待未来在平日或淡季 能有更多活动来到基隆 持续带动所有的观光产业 针对这一次的活动来说 饭店都非常乐见 市政府举办更多相关的活动 如果在淡季的时刻 比如说秋季或是在冬季的时候 市政府能够举办更多的行销活动 或是跟地方文化相关的活动 来引进各地的旅客到基隆观光 相信这也是在地旅游业者 乐见其成的事 透过这场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各地民众来看超跑 逛基隆吃美食 度过了快乐的周末假日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官销处 今年规划了浪漫七夕烟火秀 在基隆市文化中吸引施放烟火 300秒的小美人鱼主题烟火 吸引了上万民众挤爆市区 油脑吸引起来 是要补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很棒啊 谢谢 然后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在基隆港边看英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还蛮舒服的 而且第一次办这种 就是大型的 吸引蛮多游客 我是新北人 我是金山 金山是我吗 他啦 他是基隆人 今天主题好像听说 小美的鱼 你也知道 有听说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小朋友就很嗨 画面上都是来观赏 浪漫七夕烟火秀的民众 全家总动员 因此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 与东岸商场 整个基隆内港狼带 满满的都是人潮 很多民众都说 人潮多到超乎想象 应该有超过上万人 烟火秀会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 来基隆 欣赏 除了逛我们基隆的夜市以外 并留在我们基隆 多留一点时间 看看我们的烟火 而搭配烟火秀 在海洋广场举办的 按赞留言分享 送香氛蜡烛活动 也得到非常大的回响 很受欢迎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在活动现场来关心 以便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市长说周末假日 两个新活动 引起地方热烈的意见讨论 中原季引进新的文化 体育 以及更多的观光的一些活动 跟方向 一定是未来我们继续要做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些地方 需要改进需要调整的 我们都还可以来继续的做微调 举例如果大家对于超跑有意见 我们可以改电动车 电动车也是未来本府要推动的趋势 无论是电动车或电动机车 如果大家觉得东岸中正路会打劫 但因为东岸中正路比较靠近观光的人潮 我们也可以把它移到西岸去 让西岸这边可以引进更多的人来游玩 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尝试做一些新的观光旅游活动 这个是我们的方向 但是我们就这一次办活动结束后 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 希望能够把未来的观光办得更好 比如说昨天在看完烟火以后 就有人跟我们说烟火很棒 大家看了很感动 那我们就会说好 如果大家喜欢 明年我们就会有多几场烟火 而且希望烟火的特色跟它的设计 也要有所不一样 所以我想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那我们是想要做更多 更好的观光娱乐活动在基隆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来调整我们的方向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议 应该还存在以前的天外天垃圾掩埋场吧 市政府跟永胜公司契约终止后的抵渣处理的部分 它的说明是说 抵渣部分已经透过县市互惠的方式把抵渣送往桃园去处理 那我们互惠的方式就是桃园市政府给我们垃圾 我们帮忙他们烧垃圾 那烧完之后抵渣用1.2的比例送到桃园 可是我们现在却发现 从今年5月份开始 基隆市政府针对抵渣的再利用 它已经开了第四次的一个标案 前面三次全部流标 而且履约期限都是从7月17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那在我们开会的那一个时间点 这个标案已经公告 在8月9号就已经公告 要招标厂商来办理抵渣的再利用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想问谢市府 到底我们的抵渣已经送到桃园去了吗 如果已经送到桃园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标案存在呢 垃圾到底有没有发生垃圾大战 还是只是遭到市政府遮掩事实 让民众误以为我们的抵渣已经得到处理呢 要求基隆市政府 为什么你已经说明了说 好已经产生县市互惠的原则 但是同样的 你还在处理所谓的一个标案 在处理抵渣的部分 这件事情让我们怀疑 可能抵渣根本都还没有运出基隆 所以要求基隆市政府应该要讲清楚 说明白我们抵渣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也建议说 我们的一个基隆市议会 应该到天外天实际上来看访 到底我们的抵渣是否还在天外天 基隆市政府方面则回应强调 市议员提出的四次标案 没有标出不是抵渣的标案 而是非灰的标案 目前已经委托得标厂商持续将 非灰稳定物运出基隆 抵渣在标案结标前和桃园市 县市持续进行合作 抵渣和非灰的处理方法 一切都依法行政公开透明 可受外界公平 非灰的标案以委托得标厂商运出基隆 抵渣的部分在标案结标前 将与桃园市持续进行合作 市府公开招标依法行政 一切公开透明 可受外界公平 市政府进一步表示 垃圾烧完之后 会有抵渣跟非灰两种 从7月16号最终 处置厂没有续约开始 从来没有影响垃圾清运 或是造成垃圾大战的隐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会 进行111年度的决算报告 由审计部基隆審计师报告 过去一年来 基隆市政府执行各项市政 建设预算的缺失 并提出了改善建议 不过有议员就发现 这个报告内容 却包括了112年度 市政府大力推动的 席人友善 画设绿斑马线 以及近年来 引发关心的 环保局垃圾抵渣处理 两大问题 似乎跨年度又太过巧合 你快来关心 基隆市议会 进行111年度决算报告 由审计部基隆審计师 报告过去一年来 基隆市政府执行各项市政建设 以及预算的缺失 并且提出改善建议 不过有议员发现 报告内容 包括了112年度 市政府大力推动的 行人友善画设绿斑马线 以及近年来 引发关心的 环保局垃圾抵渣 处理两大问题 似乎跨年度又太过巧合 其实往年都是111年的这样子的 协助我们的审查这些状况 可是我们在看我们审计官 今年的这个报告领域 有112年的 我们的连动机车 我们的绿斑马 以及所有的这些 新的一些 资料出来 那这部分 是不是也请审计官 给我们解释一下 您这一次的报告中 为什么会把我们112年的 这个尚未完成 或者自己将完成的 这些资讯 给其放进来 也要请我们审计官 一些提醒 不过 省计市主任朱运文回应表示 市政有延续性 省计官本于法令规定 如果发现有长期性资金需求 或是债务等施政上 潜在风险 就必须提出预警性的意见 我们好像有提到D20的部分 我跟计员做一下解销说明 就是我们依照 省法69条的规定 就是省机关 考核各机关的细效 如果认为有提升效能 或增进公共利益者 应该解释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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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关 那还有如果发现有影响 各机关的施政 或是无事业效能的潜在风险 我们也会提出预警性的意见 那所以其实政府的施政 都是延续性的 并没有办法用某一个年度的预算金 来做切据 所以我们在查的过程中 如果有发现像 我们看到说他112年或是之后 还有长期性的资金需求 那关于这个长期的债务 或是他整个整体的中长期的资金规划 我们都会提出一些 一些意见来的施政策作战法 上解到中文件事 其他包括警察局监视器系统损坏影响传输 连结到警察局监控平台 以及基隆市诈骗车手提领案件增加 必须加强查气能量 和老人人口增加 应该省着引法安全需求 盘点医疗资源 及提升自杀防治工作 和公车处营运资金长期短缺 以及青年创业贷款利息补贴预算 执行率偏低等等缺失 都被省计市提出 建议基隆市政府要改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都请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游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基车族停车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拜托 另外 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立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钻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行路口 停让行人 5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制路口中心点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亮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而这一起事故后隔一天仍然是有很多的潜水客下水 消防员进驻在岸边喊话 禅发处也到场勘察 将加强设置 提醒安全的标志 脚掌遭到螺旋桨打断的男子躺在担架上 表情相当痛苦 救务人员跪在岸边 拿出纸血袋 还有一卷又一卷的风袋 赶紧加压包扎男子的左小腿 并且将他送一急救 其他人则是背起氧气瓶 重回大海帮忙寻找脚掌 好不容易找到了 救务车冲向医院跟时间赛跑 而事发当时目睹一切的学员 瞎的蹲在一旁直直发抖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在下面啊 所以你也不晓得 我不晓得啊 麻烦你只想打我的手机啊 我听到的时候已经很靠近了 基隆北陵路平浪桥旁 41岁的无姓潜水教练 带着35岁的陈信学员 在长潭里渔港进行潜水教学 训练到一半 陈信学员被暗流冲到渔港航道 而一旁正有一艘渔船行驶而来 赶紧游泳过去 将他的头压进海里 但教练的左脚却不幸被螺旋桨绞入 整个头都爆裂了 大五轮沙滩上周就发生了三死溺水意外 四伏因而连同将潮进公园一起关闭 周没想到不少潜水客转往 长潭里渔港也发生意外 市长谢国良表示遗憾很难过 那我们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我们也想慰问那位受伤的朋友 不过因为在航道里面潜水跟渔船 本来就会经过重叠 本来就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相关的潜水规定 不应该是航道的地方就不应该进来 那我们最近其实大家也了解 我们已经把潮进公园封闭一个礼拜 就是未来要有救生艇执行等各项的安全措施 我们几乎每一天最近都有在开会讨论一些相关进度 我们希望当我们重新开始恢复潜水的时候 相关的救援设备设施人员都可以到位来协助 不需要我们协助的游客或者是潜水的游客 至于整起事件的责任和归属 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厘清 记者 黄绍明 介绍报导 不要往后面踢了好不好 进来一点 长潭渔港外的交演上 消防队员拿着大声弓 对着潜水客进行喊话 你们在这边游都没差 有时候你们会游到太空那边好不好 危险啊 不知道明天是航道我知道 对啊 渔港外的航道 18号发生潜水客 遭到渔船螺旋桨打断左脚 事隔一天重回事发现场 消防局出动四五个人在岸上警戒 但因为天气太热 现场仍有40多位潜水客 照样下水玩 对啊 因为像你从那边看过去 可以看到那边 我们会跟团圆宣导说 那边以外的地方就是航道 所以会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 就是不要从那边浮起来 因为会有危险 安全一定是要注意的 然后风险就是个人去掌握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就是尽量降低风下 朝近周边的海域 是夏天细水热点 但民众对于海边 危险性大多没有警觉 市人府产发处到场勘查地形 未来将要求水上油气专家来限刊 提出建议和规划 是潜水啊 浮潜这些油气的这些 呃 这些 呃 行为 行为 其实都违反了我们 这个渔港法的第18条的部分 那在这个18条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牵涉到罚则的话 会是20条 那在20条的部分的话 其实罚款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民众 除了 除了 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要务啦 不要为了游戏 然后游玩这件事情 然后违反渔港法 然后发展很高 10万到50万 中间这样认据的罚则 我觉得不值得 主管机关初步计划 加强管制 设置符球作为警示 而整体意外 相关究责 还有待施法厘清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